都怪招哥打岔 非说要去街上玩 害得我忘了正事 我刚刚 就应该直接开口跟严林尊 要那个碧水清天瓶 严林尊 已经将那个碧水清天瓶给我了 那不是应该给我吗 严林尊 是因为我解决了心中的大事 如果不是因为我 告诉了你事情的缘由 你能解决得这么顺利 我 既然你想要那个瓶子 那么你就得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 这样我才有可能将它给你 我想要 自然有我的理由 什么理由 我也想要礼物 什么礼物啊 你不是给了严林尊一份礼物吗 那我的呢 我给他 那是因为他 因为什么 他的生成也是我的生成 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 况且 怎么没有人提起过呢 你身为圣子殿下 那不是应该有很多人 给你追售送礼吗 这你别管 总之现在你知道了 那你打算送我什么礼物 我 送 送 嗯 如果 你能将考进军武学院 当作送给我的生成礼物 那么我便将那碧水清天瓶给你 这么作为交换 不为过吧 你说来说去 还不是嫌我淋漓低吗 跟你 门不当 我不对 好了 我就当你答应了 你会去考军武学院 我走了 不准反悔 不是 哎 军灵渊 你也太狡猾了吧 反正 我是为了碧水清天瓶才考的 才不幸运 太狡猾了 幸运 不过 你给我 Dorothy 咱们 她的 你的 刘湖 我 她是 她的 我 她在 她的 她在 我 爸 算了 凤凤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 她是我的 做梦你也不准想 不准帮她擦 嗯 很厉害啊 还能找到这儿 风寻告诉我的 他说你会在这儿 如果你来找我是想拿碧水清天平的 我说过 等你考上军武学院我自然会给你 至于吗 小气般来 其实啊 我是有东西要给你看 过来 这是何物 这是蛋糕 过圣辰的时候都得吃这个 好 许个愿吧 只听说过跟神灵许愿 从没听过跟烛火许愿 这大白天的 点蜡烛干吗 让你许你就许嘛 快快快 许个愿 许好了 这就许好了 那 那你许的什么愿啊 愿望这东西 说出来就不灵了 你还挺会进入状态的嘛 对了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的生辰 这样我也能好好地准备准备啊 不说也罢 这一天 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开心的日子 难得我都陪你过生辰了 你就说说呗 有一位女子 她美丽端庄 温婉贤淑 高洁无瑕 她是君武万民景仰的对象 她为何跪在那儿啊 她犯了错 去把她扶起来吧 是 她赏罚分明 体恤百姓疾苦 来 喝口茶吧 以后要记住了 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了 是 她本可以见证这块大陆一天天变得更好 可是 在我生辰这天 我生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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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 你看 我们的孩子 你看 我们多希望能看到你 神秘归家 唯有神奇的样子 将来 一定能将军我 尽力好 可惜 我看不到了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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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你的母亲 你知道她的相貌吗 我从没亲眼见过她 从我小的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看我娘的画像 一看就是一整天 但画像太模糊了 于是我就只能在自己的心里 一遍一遍地描绘 想象中她的样子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 我娘这么拼命生下我 对她来说是对还是错 或许没有我 一切会够好 以前我也总是这么想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反正总有一天也会离开的 后来我娘亲告诉我 孩子是父母的延续 他们如此 我们亦是如此 总之 真正的死亡 并不是肉体的陨灭 而是被这个世间遗忘 所以 你娘一直都在啊 你心里一直记挂着她 不是吗 你说得对 谢谢你